西游记第一回 灵根御运源流出 心性羞耻大道生 诗曰 混沌未分天地乱 茫茫渺渺无人见 自从盘古破鸿蒙 开辟丛子青啄辩 附在群身养智人 发明万物皆成善 欲知造化会员功 徐看西游是恶传 改问天地之数 由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议员 将议员分为十二会 乃兹丑阴茫 陈四五位身有虚害 至十二之也 每会该一万八百岁 且就一日而论 子时得阳气 而丑则基民 隐不通光而茫则热出 诚实时候而四则哀排 日无天中而未则稀戳 生时不而日若有 虚黄昏而入定亥 譬如大树 若到虚惠之中 则天地昏蒙而万物佛矣 再去五千四百岁 交亥惠之处则当黑暗 而两间人物俱无矣 故约混沌 有五千四百岁 亥惠江中 生下起源 尽子之惠 而复逐渐开明 绍康节曰 冬至子之伴 天心无改宜 以阳出洞处 万物未生时 到此 天时有根 在五千四百岁 正当子惠 清清上腾 有日有月 有心有成 日月星辰 未知四项 故曰天开于子 有仅五千四百岁 子惠江中 尽丑之惠 而逐渐兼时 易月 大灾前缘 治灾昆缘 万物滋胜 乃顺成天 至此 地始凝结 在五千四百岁 正当丑惠 众着下宁 有水 有火 有山 有石 有土 水 火 山石 土 为之五行 故约 地僻与丑 又经五千四百岁 丑惠中 而隐惠之初 发生万物 立约 天气下降 地气上升 天地交合 群物皆生 至此 天清地爽 阴阳交合 在五千四百岁 正当隐惠 生人 生寿 生情 正为天地人 三才定位 故曰 人生于隐 赶 盘古开辟 三皇志 十五地定论 世界之间 遂分为四大部州 约东盛神州 约西牛鹤州 约南善部州 约北聚如州 这部书单表 东盛神州 海外有一国土 名曰奥来国 国境大海 海中有一座名山 换为花果山 此山 乃十州之主脉 三岛之来龙 自开清拙而立 鸿蒙叛后而成 真格好山 有慈父为证 赴曰 世政汪洋 威宁摇海 世政汪洋 朝永银山 鱼入穴 威宁摇海 波帆雪浪 胜离渊 水火芳于高激上 东海之处 耸重点 丹崖怪石 薛碧其风 丹崖上 彩凤双鸣 薛碧前 麒麟独卧 风头石亭 井济鸣 石窟美观 龙出入 林中有寿鹿仙湖 树上有林情玄鹤 摇草奇花不屑 轻松脆薄长春 仙桃长结果 修竹美流云 一条贱货藤罗蜜 四面原体草色心 正是百川会处 晴天柱 万劫无疑 大地根 那座山正当顶上 有一块鲜石 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 有二丈四尺为圆 三丈六尺五寸高 按周天365度 二丈四尺为圆 按正力二十四起 上游九窍八孔 按九宫八卦 四面更无树木遮印 左右道有知蓝相称 该自开辟以来 每受天真地秀 日经月华 感知既久 虽有灵通之意 内欲仙胞 一日蹦裂 产一时卵 似圆球样大 因见风 化作一个石猴 五官俱备 四肢皆拳 便就学爬学走 拜了四方 母云两道金光 射冲斗府 惊动高天上圣 大十人者 玉皇大天 尊玄穹高上帝 驾坐金雀云共 林霄宝殿 聚集先清 竟有金光艳艳 即命千里眼 顺风耳 开南天门观看 二将国奉旨出门外 看得真 看得明 须予回报道 成奉旨观天金光之处 乃东盛神州 海东 澳来小郭之界 有一座花果山 山上有一仙石 石缠一软 见风化一石猴 在那里拜四方 眼韵金光 射冲斗府 如今福尔水时 金光江浅袭 玉帝垂赐恩 此曰 下方之物 乃天地金华所剩 不足为一 那猴在山中 却会行走跳跃 石草木 印剑犬 菜山花 秘树果 与狼虫为伴 虎豹为群 张鹿为友 弥猴为亲 耶稣食崖之下 遭游风洞之中 正是山中无甲子 寒尽不知年 一朝天气人热 与群猴避暑 都在松阴之下玩耍 你看他一个个 跳树攀枝 彩花蜜果 抛蛋子 瓦门尔 跑沙窝 气宝塔 赶蜻蜓 扑炸 参老天 拜菩萨 扯葛藤 鞭草 捉狮子 雅又掐 李毛衣 替指甲 挨得挨插得插 推得推 压得压 扯得压 拉得拉 轻松淋下 任他玩 绿水渐变 水洗地 一群猴子玩了一会儿 却去那山剑中洗澡 见那股 剑水奔流 整个似滚瓜涌见 古运 情有情言 寿有寿语 众猴都道 这股水 不知是哪里的水 我们今天 感闲无事 顺剑边 往上溜头 寻看源流 耍子去也 寒一声 都脱南泄女 忽凶忽地 一起跑来 顺剑爬山 直至源流之处 乃是一股瀑布飞拳 但见那 一派白红起 千寻雪浪飞 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还仪 冷气分清涨 鱼流润脆微 蝉原名瀑布 真似挂连危 众猴拍手 趁阳道 好水好水 原来此处 远通山脚之下 直接大海直播 又道 哪一个有本事的 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 不伤身体者 我等级拜他为王 连呼了三声 忽见虫杂中 跳出一个石猴 应声高叫道 我进去 我进去 好猴 也是他 今日方明显 时来大运通 有缘居此地 往前入仙宫 你看他 明目蹲升 江声一纵 竟跳入瀑布泉中 忽真经 抬头观看 那里边却无水无泊 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 他住了身 定了神 仔细再看 原来是座铁板桥 桥下之水 冲灌于石桥之间 道瓜流出去 遮蔽了桥门 却又欠身上桥头 再走再看 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 真格好所在 但见那 翠仙堆栏 白云浮雨 光摇片片咽下 虚窗尽是 华凳板生花 乳窟龙珠一挂 引回满地奇葩 锅造旁崖爱存火计 尊雷靠岸 剑咬渣 十座十床 真可爱 十盆十碗 更堪夸 又见那一干两干修筑 三点五点梅花 几数轻松 长大雨 浑然像个人家 看霸多时 跳过桥中间左右观看 只见阵当中有一时节 节上有一行 楷书大字 捐着 花果山浮地 水连洞洞天 石猴喜不自身 即抽身往外便走 浮明目蹲升 跳出水外 打了两个呵呵道 大造化 大造化 仲侯把他围住 问道 里面怎么样 水有多深 石猴道 没水 没水 原来是一座铁板桥 桥那边是一座 天造地设的家当 众侯道 怎见得是个家当 石猴笑道 这骨水乃是桥下冲灌石桥 倒挂下来遮蔽门户的 桥边有花有树 乃是一座石房 房内有石窝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 中间一块石阶上 捐着 花果山浮地 水连洞洞天 整个是我们安身之处 里面且是宽阔 容得千百口老小 我们都进去住 也省得受老天之气 这里边 瓜风有注夺 下雨好存生 双雪全无惧 雷声永不闻 烟霞常照药 祥瑞美真勋 松竹年年秀 奇花日日新 众侯听的各个欢喜都道 你还线走 带我们进去 进去 时候却又明目蹲升 往里一跳 叫道 都随我进来 进来 那些猴有胆大的都跳进去了 胆小的一个个身头缩紧 抓耳挠腮 大声叫喊 缠一会儿也都进去了 跳过桥头 一个个抢盆夺碗 站造真床 搬过来 移过去 正是猴信王烈 再无一个凝食 只搬得利卷神皮方指 时候端座上面道 烈位啊 仍而无信 不知其可 你们才说 有本事进的来 出的去 不伤身体者 就拜他为王 我如今进来又出去 出去又进来 寻了这一个洞天 与烈位安眠吻睡 各享臣家之福 何不拜我为王 众侯听说 及拱服无为 一个个蓄齿排斑 朝上礼拜 都称千岁大王 自此 十元高登王位 将十字引了 遂称美侯王 有诗为证 诗曰 三阳交代产群生 先诗包含日月经 借鸾化侯玩大道 借他民信 佩丹臣 内官不是 因无相 外和明智 坐有行 历代人人 皆属此 称王称圣 任纵横 美侯王 领一群猿猴 迷猴 马侯等 分派了君臣佐使 招有花果山 木树水莲洞 何妾同情 不入飞鸟之丛 不从走兽之泪 独自为王 不生欢乐 是以春彩百花 为饮食 下寻诸果 作生涯 秋寿玉丽 岩石节 东蜜黄金 杜碎花 美侯王 享乐天真 何其有三五百载 一日 与群猴喜宴之间 忽然忧恼 堕下泪来 众猴慌蛮罗拜道 大王何为烦恼 猴王道 我虽在欢喜之时 却有一点远虑 故此烦恼 众猴又笑道 大王好不知足 我等日日欢慧 在仙山浮地 鼓动神舟 不服麒麟霞 不服凤凰馆 又不服人间王位所居住 自由自在 乃无量之福 何为远虑而优也 猴王道 今日虽不归人亡法律 不惧禽兽为言 将来年老血衰 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 一旦身亡 可不往生世界之中 不得久住天人之内 众猴闻此言 一个个眼面悲体 具以无常为律 只见那斑步中 忽跳出一个通辈猴 历生高叫道 大王若是这般远虑 真所谓道心开发也 如今五冲之内 唯有三等名色 不服阎王老子所管 猴王道 你知那三等人 元侯道 乃是佛与先与 神圣三者 躲过轮回 不生不灭 与天地山川齐首 猴王道 此三者居于何所 元侯道 他只在阎福世界之中 鼓动仙山之内 猴王文志满心欢喜道 我明日就此如等下山 云游海角 远射天涯 务必仿此三者 学一个不老长生 常渡过阎君之难 咦 这句话 顿教跳出轮回网 致使其天大圣称 众猴鼓掌尘牙 都道 善哉善哉 我的明日月灵登山 广需些国品 大赦沿袭 宋大爱王爷 此日 众猴国去采仙桃 摘异国 刨山药 朱黄金 芝兰相会 摇草齐花 斑斑渐渐 整整齐齐 摆开十凳十桌 排列先酒先咬 但见那 金丸珠潭 红定黄飞 金丸珠潭 蜡樱桃 色真甘美 红定黄飞 熟梅子 为果香酸 鲜龙眼 肉甜皮薄 火力质 何小囊红 临情必食 莲珠献 琵琶相报 待夜寝 兔头离子 鸡心枣 萧可厨饭 更解成 香桃烂性 美甘甘似 玉叶穷江 翠里扬眉 酸印印如 枝酥高落 红囊黑子 熟西瓜 四半黄皮 大柿子 石流裂魄 丹沙利剑 火金珠 玉丽剖开 坚硬圆团 金玛瑙 胡桃银杏可穿茶 椰子葡萄能做久 真松匪奈 满盘城 局则 甘城 银暗白 首威山药 烂煮黄金 捣碎福林 并异矣 石锅为火 慢吹根 人间纵有真羞味 怎比山猴 乐更名 群猴尊美猴王上座 各一尺间排于下边 一个个轮流上前凤酒 凤花 凤果 痛饮了一日 此日 美猴王早起 叫小的们 替我折些枯松 编做法子 取个竹竿做糕 收拾些果品之类 我将去也 我独自登法 尽力撑开 飘飘荡荡 尽向大海波中 趁天风 来渡南山 布州地界 这一去 正是那 天产先后 道航龙 离山架伐 趁天风 飘洋过海 寻仙道 立志浅心 建大功 有份有缘 修俗愿 无忧无虑 会圆龙 料应必欲 知音者 说破 原流 万法通 也是他 运至时来 自登幕伐之后 连日东南风景 将他送到西北岸前 乃是南善布州地界 石高是水 偶得浅水 弃了法子跳上岸来 只见海边有人捕鱼 打烟 挖河 掏盐 他走近前 弄个把戏 装个糊 吓得那些人 丢筐器 往四散奔跑 将那跑不动的人 拿住一个 拨了他衣裳 也学人穿在身上 摇摇摆摆 穿舟过府 在市场中 学人礼 学人话 朝餐夜宿 一心里 访问佛 仙 神圣之道 密格长生 不老之方 见世人都是 为民为力之徒 更无一个 为生命者 正是那 真名夺利 几时修 早起迟免 不自由 骑着驴螺 斯骏马 官居宰相 望王后 只愁衣食 丹劳碌 何怕炎君 旧取购 继子应损 屠富贵 更无一个 肯 虎王 参访仙道 无缘得欲 在于南善部州 串长城 有小线 不绝 八九年雨 呼行至西洋 大海 他想着海外 庇佑神仙 独自个 依前作法 又飘过西海 直至犀牛 贺州 地界 登岸 片坊多时 呼见一座 高山秀丽 林露幽深 他也不怕狼虫 不拒虎豁豹 登上山顶上观看 国是好山 千锋排挤 万刃开平 日映蓝光 清索脆 雨收带色 冷寒清 寿藤 禅老树 古渡戒幽成 七花锐草 修竹乔松 修竹乔松 万载 长青 七福地 七花锐草 四十不戒 赛鹏银 幽鸟提升尽 圆圈 响溜清 重重蛊惑 枝兰绕 处处残涯 胎显身 祈福卵头 龙脉好 必有高人 隐姓名 正观看间 忽闻得 林声之处 有人言语 急忙去捕 穿入林中 侧耳而听 原来是歌唱之声 歌曰 观其 颗烂 伐木 丁丁 云边 谷口 徐行 卖心 孤酒 狂笑 自讨情 苍尽秋高 对月 枕松根 一较天明 任旧林 灯崖过林 池府 断枯藤 收来 成一旦 行歌 世上 一米三生 更无 蝎子 增进 十架 平平 不会 鸡谋 巧算 没融入 甜蛋 延伸 相逢处 非仙 即道 静坐 蒋 黄亭 美猴皇 听得此言 满心欢喜到 神仙原来藏在这里 急忙跳入里面 仔细再看 乃是一个桥子 在那里 举斧砍柴 但看他 打扮非常 头上带 弱力 乃是心损 出托之托 身上穿布衣 乃是木棉 碾旧之杀 腰间细环涛 乃是老残 口吐之丝 足下踏草驴 乃是枯沙 茶旧之爽 守执尊钢符 丹弯火麻绳 反送匹枯树 真似此巧能 侯王进前叫道 老神仙 弟子起手 那乔汉 慌忙丢了符 转身打理道 不当人 不当人 我作汉 也死不全 这更当神仙儿子 侯王道 你不是神仙 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 乔夫道 我说什么神仙话 侯王道 我才来至临边 只听得你说 相逢处 非先及道 尽坐讲皇庭 皇庭乃道德真言 非神仙而合 乔夫笑道 实不瞒你说 这个词叫做满庭方 那一神仙叫我的 那神仙与我设下相邻 他经我家世劳苦 日常烦恼 叫我愈烦恼时 即把这词念念 一则善心 一则解困 我才有些不足处思虑 顾此念念 不起被你听了 侯王道 你家既与神仙相邻 何不从他修行 学了个不老之方 却不是好 乔夫道 我一生命苦 只有蒙父母养育之八九岁才知人士 不幸富丧 母亲居双 再无兄弟姐妹 只我一人 没奈何 早晚侍奉 如今母老一发不敢抛离 却又田园荒芜 衣食不足 只得砍两束财心 挑向士禅之间 祸及文钱 敌己生米 自吹自造 安排些茶饭 供养老母 所以不能修行 侯王道 据你说起来 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 向后必有好处 但望你置于我那神仙住处 却好拜访去也 乔夫道 不远不远 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 山中有座斜月三行洞 那洞中有一个神仙 称名须菩提祖师 那祖师出去的徒弟 也不计其数 见经还有三四十人 从他修行 你剩这一条小路 向南行七八里远近 即是他家聊 侯王用手扯住乔夫道 老兄 你便同我去去 若还得了好处 绝不忘你指引之恩 乔夫道 你这汉子甚不通便 我刚才这般与你说了 你还不行 假如我与你去聊 这不无聊我的生意 老母何人奉扬 我要砍财 你自去 自去 侯王听说 只得相词 出森林 找上路径 过一山坡 约有七八里远 果然望见一座洞府 挺身观看 真好去处 但见 烟霞散彩 日月遥光 千株老伯 万劫羽黄 千株老伯 带雨半空 轻轻燃燃 万劫羽黄 寒烟一祸 色苍苍 门外奇花布景 桥边摇草喷香 石牙突兀 青苔剑 悬臂高张 翠显长 石闻仙鹤丽 美剑凤凰翔 仙鹤丽时 深圳九高 萧翰远 凤凰翔起 林茅五色 彩云光 悬后白鹿 随影剑 金师玉相 任行藏 习惯临福地 整个赛天堂 又见那洞门紧闭 静悄悄 渺无人机 呼回头 见崖头 利益石碑 约有三丈余高 八尺余阔 尚有一行 十个大字 乃是 林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 美猴王十分欢喜到 此间人果是朴实 果有此山此洞 看够多时 不敢敲门 且去跳上 松枝烧头 摘松子 吃了玩耍 烧寝间 只听得 哑哑的一声 洞门开出 里面走出一个仙童 争个疯子 因为相貌 亲戚 比寻常俗子不同 但见他 抓忌 双丝碗 宽袍 两袖缝 貌合 身子别 心语 相聚空 物外 常年克 山中 永兽 同 一尘 全部染 夹子 任 翻腾 那童子出的门来 高叫道 什么人在此骚扰 猴王 扑的跳下树来 上前 攻声道 仙童 我是个仿道 学心之弟子 更不敢在此 骚扰 仙童笑道 你是个仿道的吗 猴王道 是 童子道 我家师父 正才下榻 登坛 讲道 还未说出个缘由 就叫我出来开门 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 可去接待 接待 想必就是你了 猴王笑道 是我是我 童子道 你跟我进来 这猴王整一端肃 随童子进入洞天深处观看 一层层升格穷楼 一进进诸宫被缺 说不尽那近世幽居 直至摇台之下 见那菩提祖师端坐在台上 两边有三十个小线 视力台下 果然是 大绝今仙莫构姿 西方妙相祖菩提 不生不灭三三行 全弃全神万万词 空极自然随变化 真如本性认为之 与天同寿庄严体 历劫民心 大法师 美猴王一见 岛生下拜 磕头不计其数 口中指道 师父师父 我弟子至心朝礼 至心朝礼 祖师道 你是哪方人士 且说个相关姓名 明白 再拜 猴王道 弟子乃东盛神州 奥来国花果山 水莲洞人士 祖师贺令 赶出去 他本是个撒诈 岛虚之徒 哪里修什么道果 猴王慌忙磕头不住道 弟子是老实之言 绝无虚诈 祖师道 你既老实 怎么说东盛神州 那去处到我这里 隔两冲大海 一座南善部州 如何就得到此 猴王叩头道 弟子飘扬过海 登界游方 有数十个年头 方才仿到此处 祖师道 既是逐渐行来的也罢 你信什么 猴王又道 我无信 人若骂我 我也不挠 若打我 我也不撑 只是赔个礼 就罢了 一生无信 祖师道 不是这个信 你父母原来信什么 猴王道 我也无父母 祖师道 既无父母 想是树上生的 猴王道 我虽不是树上生 却是石里长的 我只记得花过山上 有一块鲜石 齐年石破 我便生也 祖师闻言暗喜 道 这等说 却是个天地深沉的 你起来走走 我看 猴王纵身跳起 拐呀拐地走着两遍 祖师笑道 你身躯 虽是比肉 却像个石松果的狐顺 我与你就身上 取个姓氏 意思叫你姓胡 胡子去了个寿旁 乃是个古月 古者老也 月者阴也 老阴不能话语 叫你姓孙道好 孙子去了寿旁 乃是个子戏 子者儿难也 戏者阴戏也 正合婴儿之本论 叫你姓孙吧 猴王听说 满心欢喜 朝上叩头道 好好好 今日方知信也 往往师父慈悲 既然有信 再起次个名字 却好叫唤 祖师道 我门中有十二个字 分派起名 道你乃第十倍之小徒 侯王道 哪十二个字 祖师道 乃广大智慧 真如信海 隐悟原觉 十二字 排到你正当物字 与你起个法名 叫做孙悟空 好吗 猴王笑道 好好好 至今就叫做孙悟空也 正是 鸿蒙出匹 缘无信 打破顽空 虚悟空 毕竟不知向后修些什么因果 且听下回分解 鸿蒙出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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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蒙出匹